我谈了一个女朋友 山西大同人 我们班上的一个班花 天天那女孩纯洁到什么程度啊 我就跟你说 她一开始是那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沦落到这个学校 肯定也不是在读书方面特优秀 但是在我们那个班 她绝对是学习尖子班花 学英语的 我还能教教她英语 然后她跟我在一块以后变成什么样啊 就是晚上我去上网的时候 她不会上网 她就趴在我对面 就趴着 然后到我一直玩 把我QQ聊天什么各种东西 然后她就睡觉 然后到早上我起来了 我把她叫醒 她就趴着睡一宿 然后跟我吃个早点 然后她去上课 然后就这样 就真的是这样的 这女孩 我现在回想起来 她做的这些事 真的让我挺感动的 我觉得曾 但是啊 我觉得如果没有她 我学不会珍惜 人啊 往往第一个 这种真正 你明白吧 就是对你好的各方面 你都珍惜不了 你只有经历过了 你才能够成长跟明白 然后后面紧接着 要不然能遇上我老婆吗 正常我老婆的性格 说真的这么爱收拾 这么体贴 这么那什么 我正常 我不懂得珍惜啊 你干这些事 很多的男的 就是我跟你讲 我作为男人 我个人理解 男人本身就是 积一案 贱 懂吧 永远是那种 喜欢那种 热脸 你的热脸贴 别人冷屁股 拿着你劲 给你拿着糖 给你若记若离啊 给你这个使手段那种 凡是那种一心一意 早期各种对你好的 一心一意什么 你根本就不懂 就觉得这东西是我的了 我根本没有必要 在他身上再花心思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都遇到过吧 所以你看 我长大了以后 在我明白这道理以后 我心怀归 我遇到我老婆了 跑偏了啊 说回来 说真的 那时候的女孩 我仔细想了一下 她不是纯真 她是天真 我说真的 我 我那个时候 我说真的 就跟渣男没有什么区别 你真的太天真了 我觉得很多的女孩 都是这样 你知道吗 都是被渣男给骗了 大家女孩要注意啊 女孩要注意 我讲到我结婚了 是吧 然后我就看直播了呀 对吧 结婚以后 你一直从事直播到现在 我的故事讲完了 这就是我的发家史 精彩吧 这学校 我妈来学校了 就跟我说 结果我见到我妈面 我就跟她说 我说妈 我说你得理解我呀 首先 我不是没来学 而是他们 我抱的这英语专业 他们教那些东西 都太简单了 我都学过 她说那你晚上去哪了 你学校一天一晚吗 我说我自习呀 我妈啪 就给我一嘴巴 你可别骗妈了 妈生的你 你说你出去玩了 妈都能接受 你说你自习了 是你觉得我傻呀 还是你疯了呀 我说那我给你摊牌了 我也不跟你演了 对 我是没学 晚上我出去上网去了 白天吃早点 他们家油条 配豆腐脑 贼香 但是我告诉你 考试我没耽误 你问问那老师 考试我过没过呀 考试你过了吗 我说太简单了 Nice to meet you 听力测试 问里边接了咕噜 一堆人说话 问 Who is your daddy 谁是你爸 我直接告诉你了 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没有错 全对 后来一打听 确实考试考的好 这就告诉你 我在那边没白干 高纬打低纬 我把那边学的这个 半桶水的英文 拿到这边 这个学校考试没问题 知道吧 然后 经历这件事以后 我就发现了 这个 这个 这个谎言不能维持多久了 然后你听我说 我不是接到这电话吗 我就跟我妈说 那我妈就问我 那你读的那个大学 怎么办 那个文凭 我说妈 我告诉你吧 我被骗了 怎么被骗了 那个大学文凭 不不定用 还没有那个去WC擦屁股 那个草纸好使呢 关键时刻 他能给你去屋 你那你去的时候 你没问清楚 我说我去的时候 那个人说 凭他 那奴串的时候 都带火星子 那气势 抓着他了吧 哥你你也懵 我说我去了 我才发现 我被忽悠的 我说我现在去学 这是真本事 他说那你确定吗 你千万别再被骗了 我说你放心 不可能被骗 我走了 塞了那了 挂了电话 然后我马上打电话 给我那个 在学校谈的女朋友 她还等着我 开学了以后 继续谈恋爱呢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要去宁波了 我说我要去宁波了 我拜了个老师 他在那开了家公司 然后他是董事长 让我当副董事长 争取在三年之内上市 然后给我50%的干股 我下一步 可能直接就奔纳斯拉克去了 再这样来说的话 我觉得你不能拦着我吧 这是影响我人生 未来前途的一条 康庄那道 你不能做那个小厂 挖断桥的人吗 这么好的机会吗 那我是不是见不到你 怎么可能呢 你肯定见得着我 我到时候跟你讲 你放假或什么 随时 我包飞机 请你来 那个宁波 包飞机太贵了 没事 你要愿意说坐火车 那时候没有高铁啊 坐火车 包火车 然后你要先慢的话 我让他站起来跑 比趴着还快 那好 那好 那我等着你啊 我给你放心 但你记住了啊 你必须不能给我丢人 你知道吗 你在那你好好学习 你好好考试 啊 你的未来可期哦 好的 好的 哇 那时候真是渣男 张嘴就来 真的 我实话是说 真的张嘴就来 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梨